美国最先进的陆军部队斯特瑞克里从各种角度上说都不是解放军合成里的对手 造成这样的结果主要原因都在美军自己身上 欢迎各位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哥 最近美国方面正在加急对陆军进行改革 原因是最近美国人才刚刚发现自己目前的陆军编制不可能打赢解放军 美国的陆军主力编制是斯特瑞克里 该编制以3600名步兵作为核心 设侦察营、野战炮营、支援营、三个步兵营、反坦克连、工兵连、军事情报连和通信连 主打的是战场高速机动能力和全天候作战能力 主要武器装备为不同型号的斯特瑞克装甲车、机动火炮以及自行反坦克导弹发射车 美国人认为在现代战争之中坦克的重要性将会大大折扣 火力和防御力真的不再重要 所以他们的主力装甲车只配备了12.7毫米机枪和40毫米榴弹发射器 他们觉得这样的火力已经适应各种现代战争场景了 如果遭遇重火力、重装甲武器则是直接调用自行反坦克导弹发射器 这样的配置主要是用来对付伊拉克反美武装这种渔兵的 而美国也一度认为这样的轻型军队会是未来的主流 而中国不同 我军的中兴合成旅不仅装备了各种主战坦克 而且在主战坦克之外的装甲车也都是重火力重装甲的 就比如11式轮式突击炮 其装备的150毫米高堂压、高背径、低后座线堂炮 可以发射最新型脱壳稳定尾翼穿甲弹、炮射导弹 其威力基本上可以对标西方主战坦克 还有08式不战车 这款不战车装备了30毫米机炮和反坦克导弹发射器 同样是轻型武器 那比美国的斯特瑞克要强很多了 就是真的按照美国人想象的那样 打自然战或是城市战 在使用同等类型装备的情况下 我国也是稍微占一些优势的 所以你很难想明白美国人的脑子里 到底想的都是什么东西 为什么美国人军队配置总是那么喜欢极端化 主要原因有两个 首先美国的作训环境单一 在面对特殊环境的时候 适应力和经验性较少 所以他们一直都希望可以找一个 一劳永逸解决军队编制问题的万事不变之法 这就导致美国一直寄希望于某一种决定性装备 或决定性科技 拉开其他国家的差距 并通过技术代差战胜对手 当技术代差不存在了 美国就寄希望于某一种特殊战术 眼型的就是这个斯特瑞克旅 然后就是美军有着主动全球快速部署 和快速军税力量干预能力的需求 所以他们才会搞出来 斯特瑞克这种极端轻型化的配置 反过来再看中国 中国陆军配置一直以来 都是以真正战争作为基准的 此外我国也从不寄希望于某一种无敌的解决方案 也没有美国那种全球部署需求 再加上我国地形复杂 任何编制都有在不同环境下进行检测的机会 所以最终我国没有盲目根据 美国人的改革走向对军队进行整变 而是合成了一些我国自己对合成化部队的理解 最终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可能很多人奇怪 按理说中国和美国斗了那么多年 机密情报搞不到也就算了 像是军队大致编制 武器配备思路 这种开源情报 按理说美国早就应该已经一清二楚了 怎么到现在才意识到不行呢 原因倒也没那么复杂 主要就是过去十多年里 美国人虽然能得到关于中国的情报 但从来没有人分析中国的情报 情报这种东西嘛 想要获取其实难度不大 而且渠道很多 大多数都是官方公开渠道 真正困难的是 如何从一堆信息之中分析出来 真正有价值的内容 之前美国在面对中国的时候 没有建立一个有效的对华决策机构 他们对中国的理解 完全就是按照大苏联的标准走的 一直到2023年1月 美国才刚刚建立起专门的对华决策机构 也就是从那时开始 美国人才慢慢整理那些关于中国的情报 最后得出来的结论 让他们非常心惊 现在的美国已经全方位不如中国了 有趣吧 中国和美国斗了十好几年 最近一两年才刚刚了解中国实力 情报方面反应那么慢 被中国压制 简直就是民所应当的事情 这次是要自己的一个人